有趣的农村 今天夜晚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个视频 夜晚的农村 青蛙在央田里 我这里能看见田 但是你们肯定看不见 看不见的 看不见田吧 大家好 我是俊天 今天晚上直信给大家拍一段 我们这里农村 四川农村 插秧后 青蛙的鸣叫 还有蚕的声音 听听 这是夜晚的 快乐音符 白天是拍不出这种 声音的 我只能 拍个晚上的夜景 给大家 听 喜欢的老铁 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你们的支持 针对着这是十方 太阳落下去的地方 亲爱的老铁 听听 这是什么的声音 是不是像一个斜队曲 充满欢乐 轻快 又充满失望 得发生 蜴蜴的声 青蛙呱呱呱的叫 多么美丽的夜晚 谢谢我们五大的祝福 让我们享受这个 和平的年代 与这么田径祥和的夜晚 轻轻地拉这个声音 不是轻轻的 我感觉 青蛙是在听命的叫 好像死者的 在歌唱一样 歌唱美好的生活 歌唱 也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反正就是很轻快的 感觉 很开心的那种 吟叫 喜欢老铁 这个点赞关注我了 这就是我们乡下 有趣的农村生活 吧